大家好,我是小月妈妈 现在装的这个是石灰水 石灰水用这个凉杯装了一半 这个是茶窟水 有很多地方的人不知道茶窟是什么 茶窟就是榨了山茶有剩下的渣 我们小的时候经常用茶窟来洗头发 南方这边应该有很多七零后八零后都有用过 茶窟水也加了一半上去 喷符里的自来水加了一半多一点 现在这个大概的比例是1比1比6 这个等一下是用来喷菜叶子的 现在兑的这个水是用来给泥土杀虫消毒 生死会和茶窟都要浸泡的 浸泡个三天就可以用 我这个大概泡了有十天左右 之前一直在下雨我也没有拿来用 这个大概的比例也是1比1比6 茶窟含有皂角树 它是一个天然的农药 不但可以杀虫还可以杀菌 对红蜘蛛、牙虫还有蜗牛 这些都特别有效果 这个水也可以杀死比较小的蚯蚓 之前我有浇过一次这个水 浇过之后这个小蚯蚓都跑到土上面 在那里滚来滚去 大的蚯蚓没有看到 茶窟不但是浓药还是肥料 发酵好可以用来做底肥 给土沙虫消毒之后 叶子也别忘了喷一下 特别是辣椒叶子 最容易有茶花满和红蜘蛛了 辣椒长虫之后 这个叶子就会卷卷的 就会造成光开花不结果 叶子的正面背面都要喷到 这个是从网上买的辣椒苗 多是特别小一棵就结辣椒了 刚刚喷的是我自己育的苗 现在才开花 不管种什么菜要通风 它长虫得病的机会就会减少 这些盆子里种的辣椒 都是分了好几批种的 有大有小 茶窟某宝上就可以买到 一般江西和湖南那边会种茶树 可以找这两个地方的店家买 又再装了一幅 柠檬树也给它喷一下 有虫沙虫霉虫一仿一下都可以 柠檬有时候我也有喷一下 辣椒大蒜做的酵素 都是没有喷过农药的 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有用过茶库洗头发吗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用茶库洗头发 还有这个茶油也特别好 小宝宝有湿针长肺脂啊 都可以用茶油 擦上几天就可以好 我女儿小的时候容易长这些 都是用茶油茶 特别管用 你们用过哪些好的沙虫方法 都可以来分享一下